我就发现有个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一开始 每一年之前春晚都会出现很多假的节目单 我妈妈就默默地告诉自己 我儿子已经稳定上了春晚了 跟自己的亲戚们就说 大家记得大年春晚 开央视春晚有儿子 有我儿子哟 无夕当晚我在跟爸爸妈妈吃饭 然后他们就说 没事没事我们在努力上 然后一边说着一边用微信说 算是没有出现在春晚了 但我们明年争取啊 那我就跟我爸妈妈说第一条一条 你看 尴不尴尬 尴尬的是你吧 周深新年第一个热搜 前一天周深好听 第二天周深被门夹 这是什么两极反转呀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2023年兔年春晚 周深竟是以这样的方式 被网友送上热搜 周深深情演绎 花开忘忧 却被网友调侃 头背门夹了 究其原因 原来是字幕的文字 正好卡在周深头上 这才诞生周深头被门夹的热搜 不得不说 本届网友简直是太会玩了 不过调侃归调侃 你永远可以相信周深的现场 一手花开忘忧 真的太有感染力了 我们苍老的时候 就回到小时候 才亲妹用来瞄就 你不说 我们睡去的时候 像孩子无忧愁 在梦里做个梦 永恒没骗我 离散也没有 每分爱都会住在不同时空 你好吗 回首的人啊 打开周深 在春晚舞台 又献上了一首 动人的歌曲 周深唱的花开忘忧 一开口就被暖到了 真的太治愈了 加上两位老戏骨 非常自然的表演 周深的歌声 深入人心 动人心弦 感觉真的像是在看一出 只有背景音乐的短剧 这首歌的太阳 多么明亮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大年初一 周深又迎来三个春晚舞台 河南卫视晚7点35分 2023百花银春文林春晚如约而至 周深将和颜维文老师合唱《我的祖国》 晚上7点30分 湖南卫视四海同春2023年 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 演唱《故乡的云》 向经典致敬 非常期待周深前世这首歌曲 作为实力拍歌手 相信周深的表现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晚上7点30分 2023年东方卫视春晚春满东方 周深将带来人间星河主题曲 人间星河 这首大起彭博 打动人心的歌曲 也是周深首次在舞台上 尽心演绎 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 好运的爱的游戏 爱的游戏和爱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合家欢乐 吃好 喝好 精神好 恭喜发财 周深会用轻轻的声音 讲述历史的沧桑 这种操作为歌曲赋予了独特的风格 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 从音符当中流出 那些打动人心的历史瞬间 被每个迎接记录 在听周深歌曲的时候 我仿佛可以穿越时空隧道 心眼见证 岁月的流逝 与时光的变迁 这种感觉 真的特别奇妙 人间星河这首歌 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 相信周深 肯定可以给大家 呈现一个非常优质的舞台 近期 周深的日程几乎排满了 他参与了数不清的活动 有人担心 周深太过忙碌 建议他减少参与活动的频率 有趣的是 近期 周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恰好聊到了相关的话题 周深说 除非自己身体不舒服 否则 自己还是很享受工作过程的 心情怎么样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 开心以及紧张 因为 每次获得荣誉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 是给自己一个 非常大的鼓舞 和一个 监督自己继续前行的 一个力量吧 对 也非常感谢微博音乐 就我刚刚在台上也说了 真的 今天就不停地在后台 就在感慨 就是哇 好久没有见到 那么多的歌手朋友们 没有见到那么多 朋友们了 所以就更凸显出 微博音乐的重要性 以及对我们的所有 每个人的帮助 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开心 自己的生活啊 或者是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个性都可以 有个地方去给大家看到 听到和分享 对 非常非常感谢微博 非常感谢微博音乐 谢谢谢谢 谢谢 收到感谢 然后 有没有什么 对我们盛典 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些细节 事情 或者是音乐人 什么 有 微博姐 我印象中 微博姐 应该是比较高冷一点点的 但我们有想到 就是我们刚才一起 上去领奖的时候 就说 微博姐 您先请 结果 一个特别活泼的微博姐 出现在了我面前 然后就疯狂 我们在上面 已经转了很多圈 就看的是 互相都想给彼此 让给中间那个位置 所以我没有想到 微博姐那么那么可爱 虽然之前有在 咱们微博上 分享她的音乐啊 分享她的健身 的一些计划 包括一些她的性格 但我没有想到 这人会就更可爱 然后这人就唱得更好 对对对 所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然后有一个细节 是大家准备 红毯的时候 然后您都毛不易 聊天 好像被我们抓拍下来 是吗 对 然后问人家冷不冷 对 是特别冷吗 我们坐的那个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冷 毛毛的造型 它虽然是个西装裤 就是它的裤子 有个很小的一个小心思 所以就这样坐着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一个 露出来 裂开的地方 一个有心 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小设计 然后那个地方又比较冷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 毛毛你不冷吗 然后毛毛说 冷啊 但是还要维持一个 就是 非常好的状态 然后这条有没有让 您感觉特别想合作的音乐人 如果有机会了吗 非常多啊 因为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的前辈老师们 然后前辈们 以及很多的同学们吧 应该算是 我觉得每一位老师的音乐风格 都是非常明显的 自己脑补都 看我如果跟这位老师的音乐风格会是什么样的 跟另外一位老师会怎么样的 其实应该说是每一位吧 因为有非常新的新人们 然后看到新人的时候 也会想到自己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然后也会感慨 我现在都觉得人家是小朋友了 就会感慨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跟 希望跟很多老师合作吧 我觉得相信每一位 不同的音乐人 老师们都会碰撞出不同的音乐火花 有啊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 就非常青春的一首歌 然后非常嗨 然后我就听见旁边 就杨诚琳老师说 哇 好青春 就哇 很青春 很活泼 对 我觉得 对 他们就跳得很嗨 每个孩子都很棒 对 对